讲一个直拍的勾手发球 我们这个勾手发球呢 首先就是它的握拍呢 和我们发正旋转的握拍呢 不太一样 那么我们首先要把手指呢 调到大拇指要按得多 相对直 食指要松 那后三指还是一样的 如果你是立着 它达不到那种角度 我们是这样的一个 开心 那我们勾手 所谓的勾手呢 就是我们拍的 不是说手腕扬 而是手腕下坠 坠手腕 我们接触球的是靠 哎 他往怀里带着这个感觉 接触球的下部呢 靠外的这个方向 那侧下旋 是靠外的这个方向 哎 还不错 我们的发力点呢 主要是靠腰带的这个 手腕内抠的这个发力 手腕内收的这个发力 接触球是外面这个 你刚才发的高 就是因为你出点高啊 你球发出来 我接触球出点在这儿 它离球才太远 球才会起 那我稍微再沉一点 接触球再下压一点 合上力 对 这个球摩擦的是靠后了 对吧 发到后面了 没有发到前面来 啊 我们接触球也是接触到 哎 球拍 跟拍头的这个方向 接触球 我们不能发到后面来 发到后面那球 肯定是出不了旋转了 哎 一个注意用力方向 一个注意触球的时候 瞬间的加速 瞬间的加速 走 靠拍头里 对 靠拍头里 对了 对了 这边很好 这边有没有接触石 没有啊 看不到 这边有没有接触 嗯 对了 我的公路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同样就是我们接触球的球点非常重要 球拍上的位置 滚头球你如果说发出一球比较平不太拐 那肯定是发在这 旋转不够是发在这个位置 旋转不够 那我们尽量是用拍头偏下这个位置去发 那我们还要注意直拍的发力的勾手球呢 大拇指的用力 接触球是大拇指的用力 后三指配合顶拍 这样它就变成一个这个 像你的角度 还能发出一个反旋转的球 那我们大拇指如果不用力的话 就变成我们发正旋的侧旋 那我们是这个 实指的这个多 实指用力多 那我们勾手的这个下拳球呢 主要是大拇指用力抠的多 大拇指和后三指接触球 瞬间的装方 紧手发力 好的 非常好 对 注意接触球重心下压 接触球重心的下压 帮助身体的发力 手上的发力 好的 非常好 好的 但是这个球先做的点不是很好 还是拍到后面 很多球发的不好 还是发在上面比较多 这个点 需要放到这个位置 对 非常好 这个球摩擦的不够深 没有咬住球 从正旋转 那个我们横开讲 那个旋转 是那个正旋是一个道理 我们接触球之前的 摆手的拉手的时候 需要一定的放松 需要一定放松 那么接触球的时候 瞬间的抓 瞬间的紧手 那么很多人他发不出来 就是摆手拉手的时候 他就很僵 那触球的时候 他没有瞬间的发力了 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好 都不错 现在赶上拳 赶上拳 稍微球拍 那么上拳得发球 下拳主要是这个方向 球拍偏平 接住球 靠外 靠下步 靠外的方向 对吧 那我们上拳球呢 相对来说 球拍 拍头要更坠一些 拍头更坠一些 那我们接触球是侧 以接触球侧为主 接触球侧的话 向里 下拳是 接触球下 这是接触球侧面 相对再次 接触球 对 对 这种球 对 这球上拳的小效果 对 感于摩擦 大胆摩擦 注意第一弱点 第一弱点不要太远 第一弱点还相信 上拳也人一样 我们还是一样把上拳发飘 想办法 那上拳飘过去才有一个上拱的感觉 对方起手才容易顶手 上拳如果发得很快 你一出手 别人就 对方就知道 那他提前就做准备 对 还要再定乎 对 这个还是立不住 再立一 再立一切 好 再立一 对 再立一切注意点 立一会 不要放回头啊 再侧多一点 下多一点 对吗 对了 对了 好的 这个好的 再立一点 好的 对 非常好 好的 对 对 这个非常好 上拳 这上拳不错 好 再改成下拳 一个下拳一个上拳 这是下拳球的效果 上拳球相对要立就快 这个就立的不够 他第一个点靠前了 再来上拳 好的 这是上拳的效果 有一个向前冲冲的感觉 这是下拳的效果 对 走的比较慢 对 这是上拳的效果 下拳兜住 好的 上拳 对 下拳的下拳 下拳兜的不太够了 因为进入门之前放冲 放冲的感觉不太够 哈哈 来 这上拳 好的 进入球之前放冲 兜住球 没有发食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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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